西周都有夜市 東門市場在日頭是傳統的市場 2018年開始加設了夜市專區 場裏有多款即叫即做的特色美食 難怪這裡每晚都人頭湧湧 全場最多人排的是這一檔辣烤豬肉飯 豬肉在鐵板上用火槍的烤 聞到都已經流口水了 排了九個字 我們終於買到這個辣炒豬肉飯了 多虧它有多好吃才可以令人排這麼久 如果這麼好吃我真的會崩潰 現在先試試 這豬肉很辣 但它的飯很好吃 有少許魚的內臟 很鮮味但這豬肉很辣 換一款不辣的黑毛豬 先試試 果然製州豬肉的豬味很濃郁 還有它有少許淡淡的椰香味 很好吃 表面燒到很香脆的黑毛豬片 裡面包著各種蔬菜餡料 很juicy 還有不少製州鮑魚 加上黑毛豬肉和製州橙蜜糖 做成肉餅 紅豆餅的外形配上類似大阪燒的質感 加入鮮蝦、章魚和煙肉三種口味 再淋上醬汁和木魚碎 剛才買了這個蝦多士 聽說是十分之好吃 我試試看 這肉口很脆 因為裡面的餡料 有少許蝦肉和豬肉 還有大蔥 很好吃 另外還有一些酸洋蔥 還有盤菜如果吃得很餓的時候 都可以解一下 黃色紫菜飯卷是經典的韓國小食 這款就用了薄薄的蛋皮包著 充滿蛋香 耶! 西州鮑魚的出味就是甘 我們點了這個甘昆大蒜味的炸雞 它裡面的雞肉 即使炸完也有點嫩滑 還有它裡面有些甘湿的碎 很好吃 裡面還有年糕 最後喝新鮮即炸的甘骨汁 那就完美了